主料,大米300克,玉米200克,红萝卜两个,生菜100克,辅料,油,盐,香菜,鱼环200克,瘦肉100克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红萝卜切成片,生菜切成丝,玉米包里,瘦肉切片后,用玉米粉和少量盐油盐一会,香菜切碎,先把红萝卜放进锅里煮,大米洗干净, 但是不用这么早放进去的,等水烧开后再放进去,这样能令粥更快免,玉花鱼椒,这是我老公特别喜欢吃的,每次他都要买点回来加进去,水烧开后,就把大米和玉米粒一同加进锅里煮,后面的是老公操作煤拍照,剩下的材料,玉花,菜粒和瘦肉,都是粥煮的,快要好吃就把这些材料加进去,最主开家研究能好, 这次的粥材料很多,但我加的水有点少,所以变得特别丑了,烹饪技巧,煮粥时大米不需要第一时间加进去的,等水烧开后再把米加入,这样能令大米更快的开,我每次都这样煮粥,一个小时不到就有得吃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